走 走 柔儿 我们要赶紧 柔儿 掌柜 看见我妻子了吗 刚刚她急匆匆地就走了 跪下 冤枉 冤枉啊 陈山邪的兴契 必定是彭与德的贼党 这斧头 这斧头是我砍柴肉的 是 快走 走 冤枉啊 你们不能这样 放了我福建 放开 你们放了我福建 你们放了我福建 大姐 走 快点 你们不能这样 你们放了我福建 福建 福建 我放了他 放了他 开 大哥 福建 看你亲白的 放开他 就让你们 让你们亲白的 徐幼童 你竟敢勾结溺斐 你可知罪 下官冤枉 冤枉 那你为何阻挠本官的人搜捕溺斐 都是那些官兵胡乱抓人 其实抓的都是良民 强辞狡辩 你明明就是弘义德的内线 来人哪 用刑 是 太重了 他们是管理 被人发现了咱们就藏不住了 我们是夫妻 要不离夫妻啊 下官冤枉 住手 住手 你们住手 我福君 不过是为百姓说了一句公道话 你们抓不到逆贼 就想驱打成招 大胆雕腹 都给我狠狠地打 你敢 我二妹傅柔 是宫中死眼 你们这样做 就不怕陛下和皇后知道吗 你二妹姓妇明柔 正是 果然是皇后身边的红人哪 可惜 她已经死了 你说什么 纯妇 本官为何要追捕弘义德的余党啊 因为他们在长安办了大案 杀了好多人 本官收到的伤亡名单上 就有一个姓妇的死眼女官 不可能 竟拿一个死人威胁本官 真是不知死我 来呀 重重地打 相关冤枉 你说的不是真的 相关冤枉啊 放开我 放开 住手 舍儿 大姐 大胆民俘 掀了本官 为何不怪 我在宫中掌管四眼署 你不认识 你不认识 乃是官身 可以不用下跪 你不是死了吗 是冒充的 名牌在此 一眼便知 果然是宫中的女官哪 那就请你 立即放了徐县令夫妇 凭什么 你说徐县令勾结土匪 一没有人证 二没有物证 完全是子虚乌有 凭什么不能放人 据我所知 四眼乃掌管宫中传宣起奏 还监管办案 什么 弄死广之县的徐县 徐县令夫妇 赛国公府 因为傅儿娘子 在殿前比武丢尽颜面 输了一大笔钱 这徐县令夫妇 是傅家的女婿 能放过她吗 领红一得的事 让徐县令夫妇顶纲 还让陆大将军 出了一口恶气 还有啊 你那当县城的小舅子 也可以顺便升官 一举三得呀 高敏 高敏 一个内庭女官 竟干涉地方办案 飞下吧 对同匪的夫妇 大行伺候 是 下官冤枉 下官冤枉啊 下官冤枉啊 我不是冤枉的 爪儿 放开我 你们不能这样 下官冤枉 爪儿 住长 你对朝廷官员 煽动大行 这不合大唐律 同意得一案 非同小可 本官 已得到周王的手谕 周王 可以便宜行事 果然是周王殿下兼笔 怎么样 无话可说了吧 要行 等等 我倒要看看 你还有什么法宝 能押得住本官 他有本王 够厉害吗 周王殿下 周王殿下 下官参见周王殿下 周王殿下 幸亏本王决定来洪韵德的老家看看 不然还真就错过一场好戏了 范里鬼 本王叫你便宜行事 可没叫你驱打成招 周王殿下 来人 在 拿来下去 是 下官都是按照您的吩咐 下官都是按照您的吩咐啊 下官都是按照您的吩咐啊 可喝酒 久闻殿下明见千里 周王殿下 知道我为什么来 因为 这里是洪一德的老家 因为这是你的老家 我想 如果我再也见不到你 至少我可以来看看 你长大的地方 看看到底是怎样的水土 才养出这么一个 让我莫名魂牵的女子 殿下此点唐突了 你死而复生的不唐突 白王一句话就唐突了 我 参见周王殿下 曹别家 你这玉下的功夫 不怎么好啊 下官有罪 没有约束好下属 那犯离鬼 胆敢冒犯殿下 下官一定重重诚挚 他冒犯的不是我 而是傅思颜 原来这位就是皇后 最看重的傅思颜啊 不知傅思颜打算 何时回长安啊 一路上所需误解 我吩咐人准备妥当 不用了 我不想 越快越好 皇后以为傅思颜香消玉芸 互为伤感 你赶快传信 让皇后高兴高兴 是 下官立即派人 快马送信 告辞 周王殿下 我 你不想回长安 你不想回长安 来不及了 你在太多人眼前露了面 炸死逃走 和胜出慕斯奔的计划 彻底失败了 你是怎么知道的 本王一直都知道 你愿意跟我走吗 我愿意 跟我走吧 殿下 到现在还没找到傅思颜 他可能真的已经不在了 是啊 傅才 愿他一路平安 那天我看见你脸上心浮的笑 我一时心软 让你们走了 如果你们从此隐姓埋名 我会立刻放手 可你却暴露了自己的身份 我不会再给你们 第二次机会了 可是 来人 殿下 你还没想到 外面发生什么事了 这里的官员借洪义德一案 抓了很多人 关在牢里审问 勒索金钱 他们的家人正在外面哭喊叫冤 传本王口谕 牢里的犯人 凡是没有证据抓错的 全都给我放 是 跟我走 去哪儿啊 从现在开始 我去哪儿 你就得去哪儿 你 我凭什么要听你的 轩威将军勾引内庭女官私奔 我只要向皇后透露一点口风 你那位新上人 下场可不妙 你 我去哪儿 你就去哪儿 周王殿下真是个好人哪 周王殿下 那就是周王 这不是傅家二娘子吗 原来他跟了周王 真是郎才女王 周周啊 我自己会上 对被王笑着吧 没有心情 不笑的话 你会回长安的路上 本王可不能保证 对你规规矩矩的 快笑 快笑 好 走 走 驻 走 走 走 呼 鸟 作詞・作曲 李宗盛